大家好,我是桑普,来到8月1号凌晨的桑普论证时间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 以及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继续讲一些新闻,我们知道连续讲了美国大选或奥运一段时间 留下我在这个礼拜四的早上台北时间 就和这个杰斯陆生桑的神州,我们礼拜五希望播出有关的节目 那我在这一节讲什么呢?讲一些中国的新闻,好吗? 那大家不只是关注美国大选,如果想关注的话,我们之后会继续讲下去,不需要担心 那今天先不讲美国大选,讲一些中国新闻 中国新闻最近有些新的东西跟大家讲 那也都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大的 context里面 我们发觉到中国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各方面大家都知道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杂猪头似乎被受攻击 那这一点呢,是前所未有那么多的 那大家知道2022年10月呢 在北京四通桥有所谓的彭立法彭彭在周的事件 就是不要核酸,就要自由,不要风控,就要自由等等的说法 审妖陈上,捉了他之后呢,现在都下落不明的 生死未卜,没有司法程序,什么都没有 2022年到现在,基本上是零消息 但是我们看回这件事会不会入校房的呢 会不会有房校的呢 除了这个是大家白纸运动,白发运动 大家看到那些是无甚作用的东西之外呢 最近又开始出现了 去到2024年的今天7月呢 我们看回在湖南省的这个楼底市的生化园呢 根据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即是已经在意大利的一位 意义人士,就叫李永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X的账号呢 就是有有关的video照片 今天看到呢 在这个湖南省这个楼底市生化园呢 在行人天桥上面呢 贴出一个白底用手很乱写的一些红色的字的一个环颜 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不要特权,要平等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专业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专制,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工,罢货,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 这个就是赵秋彭立法 另外就是反对脑控,脑部的控制 你看到这个 这个 脑部的风控 甚至没有声音出来的 声音就是说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 等等的声音都有 我看完之后呢,我会觉得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重点不是这个横页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很努力地表达一些反对习近平的声音 这个人的勇气可加 然后我问你,14亿人里面有多少个人这样 一亿,一千万,一百万 可能呢,连一百个,二百个那么上下 如果这14亿里面只有这么少的人数 他真的勇敢地将自己反对声音表达出来 其他的呢,你说会不会反共反习的呢 他们不会反,觉得无奈 中国是要管的,中国是要统一的 无奈共产党,中国会散的 这件事在中国的整个民情来说是一个主流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悲惨的事实 正因为是这样呢 这帮人能够付出勇气的人呢 屈指可算寥寥可数 而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大的诉求是上班 要上班要行路 行人如迹 没有人理这个环额 这个环额是个孤掌难命的一块环额 这个才是令人最失望的 是大家在整个公民国民都不响应这件事嘛 这个才是最令人心痛 当然捉不捉到人 当然他会尋线 看回所有贵导电视 大数据一定会捉人 捉人都不会告诉你 捉到人了 可能告诉你 但那个人忍着什么结果 当然是有悲惨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人反抗呢 反抗才是硬道理嘛 讲再多,写再多 你的文情 你的观念 都是这样的时候 就像一个大杖江一样 就是拍杨港的了 一个大杖江 丑陋的中国人 始终最后 几千年来 尽杖江 一切的东西 都是去到原点 当然这个之外 习近平也有很多可圈可点可笑的事 譬如说 他去看这个 金正恩 肥仔恩 金三世 鸭六江水灾 他都向北面 去搭那些什么橡皮艇 不绑救生带 在那里 耀文耀武 指挥若定 1998年 温家宝 京江脱堤 他就说 如果京江脱堤 我就在那里跳下去 多厉害 08年 托胎 踢着那些波鞋 去到文川路 手指指 一副凄凄凄凄凄凄凄的影帝模样 大家都记得了 习近平 连做戏都不会跟你做 完全不理这些事 见外奔 避开所有这些话题 北京水浸不关我事 湖南水浸不关我事 总之一切照旧 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新华社7月26日 刊登了中共中央在中南海 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和民主派中央的情况 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召开这个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发表重要讲话 就是习近平其中一句 给大家听 他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是发展中 转型中的问题 经过努力 是可以完全克服的 这些是多鬼鱼 要这么说 十几年了 你执政 2012年执政到现在 大大话话 12年时间了 还是发展中 转型中的问题 我看到是越来越大 你看那些GDP数据 兜不起来 各省的 各个指标 交起来的 不会是5%的 跟着你所有的数字 自己统计 都在公布下跌 是不是 即是外资的 进出口的 各方面 房地产的数目的 失业率更加 更加盖牌 你不公布 这些东西 可以清晰 甚至是外资的数目 最近盖牌 即是不公布了 A股 根本是一个 没人再买的垃圾缸 现在这样的市场 你想想习近平有什么反应 就是说 转型中 发展中的问题 第一 这个问题正在恶化中 你看看中共的数据 看到正在恶化中 第二 你根本上没有提出改革方案 什么经过努力 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三千多项改革措施 三宗全会的 那我请问你 年底 研修一下 看看你没有改革到任何的事 第三 你讲这些说法 讲完大家知道 就知道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而最大的困难和问题 就是三个大字 不需要讲这么多 就是叫做习近平 习近平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发展中 转型中的问题 经过努力开解 他是不是要人推翻你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好了 最近呢 有几样东西 要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 就是解放军部 解放军部呢 最近发表一篇文章 7月27号的 就是说呢 他反对呢 所谓的家长制 一言堂 个人主义 个人凌解党组织之上 搞这个屎卷的作风 说呢 这个肯要了 江湖习气 就是进入到党的组织里面 喂 江湖 就是胡有三点水而已 那你由江湖 胡锦涛和习近平 江湖习气 这个追入到党里面 那是说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等于你现在 是福匪呢 好像以前呢 那些什么名称的文字玉 呂楼梁安 啊 蓝玉安啊 就是这些文字 我会出回来 对付这个解放军部的人呢 不得而知 有人就说呢 A 他是基本上呢 习近平的反对者 他们用这句说法呢 反习 吹起反习的好角 所以看到呢 解放军部里面有反习人士 那另外一些解释就是什么呢 哦 不是 是习近平忍蛇出动 于是乎呢 引一大班人出来呢 来包围他 那我先不评论哪一种 那第三种当然是说 无心之失是你过分解读啦 三种情况怎样都好 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反抗 只有这些这样的花拳受退 是没有意思的 如果你第一种情况是 反习的集结号 你没有时间没有地点 你号召谁来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只是说说那些江湖集气 那就是反习集结号 call out yeah 是不是 如果你说隐蛇出动 那隐蛇怎么出动呢 个个都在那里 习主席好 习皇帝好 皇帝的新衣 谁会反你呢 第三样东西 无心知识更加不值一提 最后三种情况 最后关键的是 缺乏反抗 要反抗 要做就不用说 要说就做不到 要做就不用说 所以真正的做法是什么呢 譬如河南最近呢 有个村支书 即村里面的一把手 整个炸弹 整家爆炸 即全包散 三死三伤 这些就是做事了 那你说 你应该煽动动力 我不煽动暴力的 OK 对付香港 你怎么对付自己想 我只是说 我绝对不煽动暴力的 但这些就是做事了 什么是做事呢 做就不要说 说就做不到的 说这些解放军部 什么家长制一言堂 个人主义 个人凌鸽组织上面 有什么市会作风 江湖乘气 说大堆东西 耶语一大堆有什么意思呢 Do it 对吧 这个才是重要的 7月28号 人民日报 刊登头版文章 右上角呢 就有个叫北京中族线那条地铁 中族线呢 不知道是地铁 中族线不是地铁 中族线就包括 这里由景山 一路去到这个 故宫博物馆 故宫博物馆 就是整个故宫 然后到天安门广场 一路到前门 整个中族线呢 申请世界遗产 这幅图 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图的上面 就是在故宫的北面是什么地方啊 景山公园啊 景山以前是什么地方啊 梅山啊 梅山是什么地方啊 就是明崇禁皇帝 致艾的地方啊 喂 然后那些人就说 哇 你登这幅图里面 肯定已有所指的 肯定在说 耶语讽刺 在杂猪头 就是崇禁皇帝 用崇禁皇帝的宝剑 放在这个地方 证明你是崇禁皇帝 人民日报醒觉了 又反习势力 将个灯出来 各位 你这些说法是没有意思的 有与没有 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反抗 一切涂现 香港人 2019年反抗 2012反国教 2014遇晒民动 2016 鱼丹革命 2019反送中 未来会陆续有来 暂时我们 重整旗鼓 遲些会再来 你说什么 远对抗 我踩你的多余 是硬对抗 而最后 这个硬对抗 事内运到的时候 必然会发生 这个不是或许会发生 是必然会发生 除非你说 香港人已经完全丧失了 真是美的价值 而我看到 不会了 今时今日 我看回 譬如我评论 这个江文维的情况 大家很清楚 是什么情况 OK 所以大家会知道 什么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 这些东西 与其说这些东西 不如搞清楚 我们不要再医戀一些 共产党组织系统的人 信任一些 共产党组织系统的人 不断抹黑不同人的东西 OK 而重点 重点是什么地方 就是我看到很多香港人 其实心碎清 经我在节目上一讲 经很多媒体广泛报道之后 很多人就清清楚楚知道 江文维真的完全不同 就不可以拿他和张家朗 这些典型张学有色的蓝丝 或者叫做 这个 这个 何思培 这些人来给 他们不出声 但起码他们的地位 不是叫做 香港精英会执位 不是这个 香港律师会 专业派的啦啦队 不是一个 写着一国两制制度 优势伦文 去毕业的石士生 所以这一件事 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李家超 邓炳强 会重点 关注江文维 是很清楚的 那你这件事 没有很多香港人 没有很多香港人 醒过的 这一种的心力 仍然在 我说这些说话的目的 与其说 针对江文维 意思就是说 香港人 不要折道 不要找一些人 做一个移情作用 来嗨一下 变成了至今堕落 这个才是我说话的 最主要的目的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 但是因为这样 你说 哎 桑普今天呢 说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是走狗 分化香港 共谍 那我这样理智 这些说法的人呢 是诛心论 而且是毫无道理 和价值可言 这番这样的说法 你会知道 哎 解放军部 人民日报 这些东西 很多人就拿来做大文章 我觉得不需要 要真的做大文章的呢 不外乎是说 哎 河南 穿枝书 三死三双 Something is happening 大家要关注一下 在缅甸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 反抗军 现在又重新奪了一些阵营 和政府军的对立 等等的事情 反抗军 又可能和中共勾搭的问题 有没有人关心呢 这些问题的话更加严峻 我们看实际发生的事 而不是在那里做一些叫做 听藏私的工作 重点是什么呢 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 网号网证的制度 要铺开的 这个未来的香港呢 我说三个大的门槛要过的 第一 禁止出境 入境 重点打击有关的人 可能以后要申请才能出境 甚至所有或大部分的人 第二 封网 即是说呢 封你不可以看民进党的网 封你不准看美国白宫的网 就只是网络长城 跟中国一样 你要翻墙才行 翻墙就是犯法 第三 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 即是等于你全面监控 而社会信用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有网络实名制 2017年起 中国已经实施了全国的网络实名制 就是要注册账号 绑定你特定的手机才能上到网 否则你上不到网 那十亿的网民 现在还要推出一个新的制度 就是根据一个正在起草的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每一个网民呢 他要上网 要网号 一个号码 有些英文字 然后又 为什么中文字我不知道 英文字加上一些数字 他说这个没有个人资料在里面 这个网号怕没有个人资料 就是等于你身份证 只是写你 你是你的A123457 那些是没有这个 这个数字没有个人身份的资料 当然没有 但是他一查 等于你全部是监等一样 45687 那你叫做 A1234567 一样 就是把每一个中国人 视为一个反 一样 有个Number 以后叫你 45687 就不是几个桑普 就叫你 67890 就不是几个杰斯 就是这样的做法 去处理每一个人 接着有个网证 网证 那当然是有一个网号 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和这个 个人的资料无关的 但是这些资料 全盘都是 党国操控的大数据系统里面 一按就是 公安国安有关的部门 城管部门一看 就知道你所有的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 姓慎名随 性别 是不是 出生年月日 你的配偶 读书 工作 爸爸妈妈 子女 去过哪个地方 消费过什么 去过哪个地方旅游 信用评金是什么 万一 你是被人家社会信用系统 禁的 上不了网 一上网 一查到问题 就是这个根本是全面的AI操作 老大哥就像一个数字 极权主义系统一样 再看着你 这个超级无敌的一个 监控系统 这件事才是最值得关注 而关注的不是中国不简单 因为下来香港 都是这样去做 网号 网证系统 比网络实名制 还要进一步 所以看得到 关键的地方是 多么严峻 看到这么多的情况 中国还有没有够呢 我想是没有够的 即是共产党要灭亡 首先习近平要倒台 共产党要灭亡 共产党要灭亡 共产党要灭亡之后 这个中国这些人 14亿人 如果都要大一桶 好的 就是比较好些的情况 最后就变成了强人出现 你会有民主政治吗 不会 强人 像普京那样的人物 所以这个 窮式帝国 必须分裂 这个尿亦没有说的 是非常正确的 没有一个分裂的中国 而每一个分裂的中国 是一个宪政民主 对于法治共和的中国 基本上没有办法 去承担得起未来的情况 未来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 一个统一的中国 无论是专制极权 以为所谓表面上的民主的中国 其实这帮战狼 这帮统一L 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 那个冲击 那个威胁 可能更大 而他的情况只是说 将这个 苏共的领袖换下来 不会再有 这个 安德罗波夫 不会再有 这个 戈巴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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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普京 OK 就是 你说有没有叶利阴呢 过渡性呢 最后狗改不了吃屎 专制的极权政府 依然都会存在的 除非 你打破这个大一统 今时今日 俄罗斯 现在又重新 去用这东西 扩展它的版图实力 侵击乌克兰 那你看看中国 如果即使是所谓的民主社会 就顶得俄罗斯这样 而俄罗斯起码都好些 它的文化各方面 有各方面的制衡力量 当然它是一个极权的社会 但它是一个 绝对不堪的社会 但起码呢 文化各方面的 它有东正教的东西 亦都有一种所谓的 就是 各种文化的保存的问题 中国呢 剩下更加 荒漠的野蛮 而这件事 是更加令人忧心 就是我们会说 很多 我最近出席一个 在台北的活动 其中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 问一个问题 问港姐 我不是港姐 我问一个港姐 我是中国来的学生 陆生 那他问呢 那我听到很多台湾 香港的故事 那想请问一下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有些 那我有些什么地方 需要是 知道的呢 但是 其实 港姐 不肯说一个问题 在我心里面 很想说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中国人 你不反抗 你不争气 被人救不了你 香港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有一帮民主派人士 就是被我大一轮的一帮人 很想呢 有一个叫做 民主自由香港的 两制 第二制 来启蒙 来这个光照呢 在中国的一制 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一制 令呢 中国未来变成香港那样 即使去到千禧年代之前 克林顿政府啊 邀请中国家 入世贸组织 都希望呢 用这个民主与自由的 就是要民主与自由 先要经济的自由 之后 就会有政治的自由 他觉得中国人呢 是会 这个改过千线 输入中产阶级 抗衡极权政府 但是最后呢 当然 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 那些全部都是 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 而最后呢 这个党国 很懂得独裁者的进化 而所有 当时候的香港人的 枉抛相思枉痴戀 相信民主回归 相信一国两制的人呢 最后呢 都是呢 遭遇到滑铁路和失败 而到今天 有人仍是痴戀着这件事的 依然觉得没错的 那我会觉得 今时今日 是不是很值得 这班人 好好反省 甚至我们自己本身 不认同的 也都要反省一下自己 要做些什么呢 这一点是未来香港的大课题 希望大家都能够 在这个大课题上面 不缺席 好好地参与有关的讨论 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功课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不早看场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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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